由美国和俄罗斯太空人组成的太空三人组 搭乘俄罗斯太空船抵达国际太空站 美国太空人和其中一名俄罗斯太空人 将在太空站生活一年 测试长时间在太空生活对人体的影响 另一名俄罗斯太空人将在逗留半年后回返地球 由15个国家投入1000亿美元共同营运的国际太空站 主要对天文 气象和生物等领域进行研究